老挝加入了中国和泰国的高铁会谈 每月一次三方商谈廊开连接万象 泰国和中国以同意寻求与老挝举行每月一次的三方会议 以审查他们将泰国的泰中高速铁路系统与万象连接起来的计划的最新进展 该协议是在线举行的泰中铁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29次会议上达成的 会议由交通部长萨克萨扬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席宁吉哲共同主持 在讨论了泰方提出的寻求与老挝举行三方会议的提议后 双方同意将这条新线路与老挝的连接方案 廊开和万象的进展情况定期更新 会议还讨论了邦苏和狼曼段建设计划的实施情况 以及连接狼曼苏万纳普机场和乌塔堡机场的相关高速项目 在讨论结束时 双方同意将不得不调整某些设计细节 确保其符合中国标准 而中国方面同意协助解决 该段铁路线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技术问题 耗资2760亿泰铢的机场线 将与泰中高铁第一阶段轨道共用轨道 这段位于狼曼和邦苏之间 这两个项目的运营商仍在商谈谁应该建造铁路路线的重叠部分 连接三个机场的高铁项目可能必须建造部分铁路线 同时需要使用中国标准交通部的消息人士透露 虽然双方都同意火车的标准速度因为每小时250公里 但机场线的运营商正在协商将狼曼机场和宋万纳普机场之间的速度 降低到160公里每小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